7点26分早安气象时间 又是一周的新开始了 提醒您本周的天气形态 前期是比较暖热的 但是后期有一波蛮强的冷空气要来袭了 首先天气懒人包先带您来看到 西半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 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浓雾 温度方面今天晴朗稳定 可是中南部要留意的是日夜温差 而在礼拜日晚上开始 温度要明显下降 北部东半部会转为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 而且也会觉得有一点冷了 主要就是因为在礼拜二的晚上 会有一道封面通过之后 封面一过代表东北季风 或者是凉冷空气要下来了 而且这一波看起来强度是蛮强的 有可能会接近冷气团等级 所以说在整个北部地区 低温会明显的下降 可能会降到15度左右 局部像是空旷地区 可能还会再更低一点点 最冷的时间点就在星期三的晚上 到星期四的清晨这一段时间 所以提醒您开始要把一些 比较厚重的衣物拿出来准备了 而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在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 好天气把握到星期二白天 因为水气偏少 只有迎风面地区很零零星星的降雨 而且各地基本上都是太阳露点的好天气 可是从礼拜二晚上开始 这一波凉冷空气下来之后要变天了 而且除了温度明显下降之外 像是马祖低温掉到10度 金门14度 本岛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大概在15 16度左右 而且降雨的部分会是在北部 东半部都会有雨 尤其是北台湾雨是下的时间 会比较久一些 所以说不只是温度上的下降 还有下雨的话 加乘起来感受会更凉 或者是会更冷一点 大家要特别留意 因此在温度方面 也先带你来看到 今明两天的时候 今天吹的是偏东南风 所以说温度上是比较偏暖热一点的 西半部地区大概在28到31度 要留意的是夜温差 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差到9度 7度左右 明天白天的时候天气还是不错 各地是在27到31度 可是晚上开始要慢慢的先转凉 接着比较冷的感觉 可能会是落在礼拜三的白天开始 一直到晚上 温度还会持续的再下降 而降雨的部分来看到 好天气真的把握这两天 因为今天都没有什么水气 都是可以看到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一些比较厚的被子 或者是外套 大衣可以稍微让他们出笼一下 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波 大家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 空气品质方面 在今明两天 东半部的观众朋友 可以大口深呼吸 但是中部云加南 空气品质并不是太好 还有在西半部金门马祖 今明两天可能在早晚的时候 会有一些浓雾或者是低云 影响能见度 不管是骑车开车 或者是要搭乘航班往返的观众朋友 要留意最新的资讯了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